陕西法什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 从美国以来的双中间轴系列变速器 是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功率多档位的机械式变速器 它采用主腹箱组合式设计 双中间轴传动 主轴和主轴齿轮浮动 同步器摩擦锥面 采用高性能的耐磨材料 是当代重型汽车理想的变速器 特别是近几年来 通过不断创新 法什特公司拥有许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使得法什特双中间轴变速器的品牌享誉全国 2006年 陕西法什特公司产销重型汽车变速器突破24.5万台 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30亿元 在跨越时发展中又一次实现了超越自我的新飞跃 连续三年保持中国齿轮行业第一和世界年单厂产量第一 2007年元月 法什特齿轮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车用齿轮类产品质量国家免检资格 用户是这样赞予他的 重载爬坡王中王陕西法什特变速箱 哪里有重型汽车 哪里就有法什特双中间轴变速器 如今 法什特双中间轴变速器 已走出国门 成为世界重型汽车变速器中的新亮点 用好法什特双中间轴变速器 了解法什特双中间轴变速器的结构特点与维修技术 已成为广大用户的愿望与要求 本篇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制作的一套 12JS160T变速器总成的教学篇 供汽车厂的工程技术人员 以及汽车维修技工使用 十二档全同步器系列变速器 是我公司引用美国技术 自行开发制造的新型变速器 广泛匹配于发动机输出钮据为 1600至2000牛顿米的各种车型 此变速器结构独特 采用双中间轴主腹箱组合设计 全同步器 挂档轻变 头档速比大 爬坡能力强 档位排列合理 速比及差小 档位清晰 换档灵活 操纵及取力形式多样 目前 该产品适用于功率范围在 260至480马力之间的重型商用车 是重型牵引车 载货车 及专用车首选变速器 本篇以12JS160T变速器为基准 介绍十二档系列变速器的拆装 及注意事项 12JS160T变速器离合器可体 及分离装置总成有多个系列 可根据主机厂不同整车配置要求 进行相应改制 针对推式单片离合器 推式双片离合器 拉式单片离合器 拉式双片离合器 等不同的摩擦片尺寸及规格 可配置380至390毫米 以及410至420毫米离合器 离合器助力泵在变速器上面的结构 离合器助力泵在变速器下面的结构 离合器助力泵在变速器斜下15度的结构 等几十种结构的离合器可体 及分离装置 变速器可体总成是由12JS160T-170-1015变速器可体 6个C01056双头螺栓 16596敌取力气窗口盖 16929敌取力气窗口盖 1个JS130T-170-1020取力窗口盖 8个螺栓 2个Q123-1630双头螺栓 2个Q40-316糖黄电圈 3块14373原磁铁 2个14334定位销 2个Q282-1616平端紧定螺钉 1个Q61304方槽锥形螺栓 油面观察孔螺栓 以及放油螺栓等组成 取连接离合器可体的6个双头螺栓 在螺纹上应涂铁毛605密封胶 或缠密封胶带 注意 双头螺栓一端为粗芽 一端为细芽 将螺栓粗芽一端向内 用专用工具将双头螺栓 安装在变速器可体前端面的螺纹孔内 野外操作时 可用两个螺母代替专用工具 锁死后将双头螺栓安装到位 用同样的方法 将用于变速器悬挂的两个双头螺栓 装入变速器可体上口面后端的螺孔内 带上弹簧垫圈和六角螺母 取抵取粒窗口盖及衬垫 在衬垫两面涂胶后 将窗口盖凸起面和衬垫朝向抵取粒窗口 对准各螺纹孔 取六角头螺栓 平垫圈 弹簧垫圈组件 将其对角拧紧在变速器可体上 注意 平垫圈与堂皇垫圈的放置位置 平垫圈在前 堂皇垫圈在后 安装可体底部的两个平端紧定螺钉 在平端紧定螺钉涂胶后 拧紧 分别在 放油螺栓 以及油面观察孔螺栓的螺纹部位 涂抹螺纹密封胶后 装入变速器可体上相应的螺孔内 并拧紧 取取粒窗口盖及沉垫 用六个六角头螺栓 对角拧紧在变速器可体上 将两个定位销 从可体后端向前敲入变速器可体后部的两个定位销孔内 注意 敲入的深度至定位销前端面与可体上的翻边平齐 定位销带锐度的一边应向后 用AB胶或割俩好 将三个原磁铁分别粘在变速器可体底部的三个圆坑内 粘原磁铁前 应将三个圆坑内清理干净 注意 在粘接磁铁的胶位干以前 应尽量避免对可体总成的翻转和敲击 以免磁铁松动 安装完毕 12JS160T变速器主箱均采用双锥面锁环式同步器 其同步容量大 大约是同尺寸单锥面锁环式同步器的两倍左右 因此操作舒适 换挡轻便省力 它是由两个接合尺 两个内锥 两个外锥 两个摩擦锥环 一个同步骨 一个尺套 及三个弹簧 三个筑销 三个滑块组成 取同步骨 取一个弹簧装入同步骨的弹簧孔内 取筑销装入滑块的孔内 注意正反 用平头改锥紧压弹簧 取一个滑块装入注销 装入配合部位压住弹簧 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另外两个弹簧及滑块 取尺套 捏合入同步骨 装配时注意捏合位置 取外锥环 摩擦环 内锥环 接合尺 依次组合成为 同步器一侧摩擦组件 再和已装好的同步骨组合 同步器另一侧摩擦组件 装配方法相同 装配完毕 检查同步器装配是否正确 主变速器二轴总成 是由一个12JS160T-170-1105二轴 一个12JS160T-170-1105二轴 一个12JS160T-170-1111二轴一挡 一个12JS160T-170-170-2轴二挡 一个12JS160T-170-1113二轴三挡 一个12JS160T-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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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二轴五挡 一个12JS160T-170-115二轴一轴 一个12JS160T-170-1108滑套 一套12JS160T-170-170-115二轴二轴一轴 两套JS130T-170-1180-3456挡 同步器总成 一个12JS160T-170-121二轴六角键 一个Q5280-310弹性原注销 一个12JS160T-170-1125二轴 倒挡齿轮电片 三个12JS160T-170-1123二轴齿轮隔电 五个12JS160T-170-1122二轴齿轮 七个16763指动环 倒挡锁片 倒挡卡环组成 将二轴置于工作台上 使花键槽中弹性削孔 对应支撑座开口 力放在支撑座内 取二轴倒挡齿轮电片 装入二轴末端的第一个环槽内 转一尺距 取六角键,自二轴下端沿着有弹性削孔内的键槽 穿过二轴倒挡齿轮垫片,向上推送 取二轴倒挡齿轮,有接合齿的一面朝上,套装入二轴上 取滑套,有捏合齿的一侧,向下套入二轴 取二轴齿轮隔垫,套入二轴 在二轴第二个环槽内转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穿过隔垫 取二轴一挡齿轮,有捏合齿的一面朝上装入二轴 取二轴齿轮花键垫,凸面向上 套入二轴第三个环槽,转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穿过花键垫 取一二挡同步器一侧组件 装入二轴并保证与一挡齿轮捏合 取止动环装入环槽内 注意止动环开口处对准六角键,保证其穿动自如 装入一二挡同步骨,保证与前一步装入的同步器一侧组件相捏合 注意同步骨内花键宽槽 对准二轴六角键 推动六角键穿过同步骨,用指动环固定 取同步器组件装入二轴,使其与同步骨粘合 取二轴齿轮花键垫 凸面向下,套入二轴 在二轴第四个环槽内,转一尺距 推动六角键穿过花键垫 取二轴二挡轮,凹槽一面向下套入二轴 使其与同步器相捏合 取二轴齿轮隔垫 在二轴第五个环槽内,转动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使其穿过隔垫 取二轴三挡齿轮,捏合齿一面向上装入二轴 取二轴齿轮花键垫 凸面向上,装入二轴 在二轴第六个环槽内,转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使其穿过花键垫 取三四挡同步器一侧组件 装入二轴,并与三挡轮捏合 取指动环固定同步器一侧组件 取同步骨 同步骨宽槽,对准六角键 装入二轴,并与同步器组件捏合 取指动环,固定同步骨 取同步器另一侧组件 使之与同步骨捏合 取二轴齿轮花键垫 凸面向下,装入二轴 在二轴第七个环槽内 转一尺距,推送六角键 使其穿过花键垫 取二轴四挡轮 有捏合齿的一面向下装入二轴 取二轴齿轮隔垫 在二轴第八个环槽内 转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使其穿过隔垫 取二轴五挡齿轮 有捏合齿的一面向上装入二轴 取二轴齿轮花键垫 凸面向上装入二轴 第九个环槽内 转一尺距 推送六角键,使其穿过花键垫 取五六挡同步器一侧摩擦组件 装于二轴上,并与五挡齿轮捏合 取指动环固定同步器摩擦组件 注意指动环开口方向 装入弹性圆柱销 取同步骨 同步骨宽槽对正六角键装入二轴 并与同步器摩擦组件相捏合 取指动环固定同步骨 注意指动环开口方向 将五六挡同步器另一侧摩擦组件 装于二轴上,并与同步骨相捏合 将一轴齿轮有捏合齿一面向下装入二轴 并与同步器摩擦组件相捏合 在一轴齿轮任意两个相邻齿轮的齿端面 及齿顶面上图标志漆 并在间隔180度对称两个相邻齿的齿端面 及齿顶面上图标志漆 取二轴压板扣于一轴齿轮上 用螺栓固定 野外维修无压板时可用自制工具代替 二轴分总成装配完毕 剩下的三个零件带变速器总装配时使用 目前,我公司全同步器变速器主箱 均采用双锥面锁环式同步器结构 9JS150T除外 因此,其他各型号的变速器二轴装配 请参考12档的装配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1.12JS160T变速器主箱 12档同步器 与9JS150T-B变速器 12档同步器可通用 3456档同步器 与8JS130T-B变速器 12档同步器可通用 而8JS130T-B系列变速器主箱 34档同步器 与9JS150T-B系列变速器 34档同步器通用 2.两者二轴上的齿轮间隙 均靠加工精度保证 免调整 主变速器中间轴总成 是由两个102309E轴程 两个C01021轴用弹性档圈 两个Q43145轴用弹性档圈 12JS160T-1701048中间轴 16JS200T-1701055中间轴四方键 Q5280524弹性原注销 X-6-E半元键 12JS160T-1701050中间轴三档齿轮 12JS160T-1701051中间轴四档齿轮 12JS160T-1701052中间轴五档齿轮 中间轴齿轮隔套 12JS160T-1701056中间轴传动齿轮 A-4729中间轴挡板总成 两个Q151B1645M玉涂胶六角头螺栓 和弹簧电圈组合键 两个370309Y轴程和19198止动环等组成 把中间轴传动齿轮突骨面朝下 放在工作台上 在与建槽对正的标记轮齿齿端面 及齿顶面上图标致7 左右中间轴方法相同 取中间轴平放在微型之座上 无微型之座时可平放在工作台上 取弹性原注销 装入键槽底面削孔 杂入到位 取半圆键 杂入半圆键槽 注意半圆键与键槽配合的极限偏差 杂平 取中间轴四方键 把一端倒角的长斜面朝下 端部靠向弹性原注销 杂入长键槽 杂平 把中间轴的轴尺一端朝下 放置在25吨压床专用卡锯上 无专用卡锯时 可放在压床的平台上 建槽朝外 取中间轴三档齿轮 突骨面朝上 套入中间轴 向下卡在配合轴镜台肩上 加压 加压 压床到位 取中间轴四档齿轮 屋骨面朝下 对正键槽 放在中间轴端 加压 压床到位 取中间轴五档齿轮 突骨面朝上 对正键槽 放在中间轴端 加压 压床到位 取隔套 对正键槽 取中间轴 传动齿轮 突骨面朝下 对正键槽 放在中间轴端 加压 压床到位 取止动环 注意开口位置 安装到中间轴 前端的槽内 装配完毕 12档变速器主箱 两根中间轴 若不压装 取力齿轮 不分左右 可以互换 输入轴轴承盖 是由F91409 一轴轴承盖 F91410 油风 14311 一轴轴承盖 称电 六个两种不同的螺栓 及堂皇垫组成 合装一轴轴承盖 与一轴轴承盖 油风 取一轴轴承盖 接合面朝上 立放在工作台上 取一轴轴承盖 油风 涂抹润滑纸 平面朝下 装入配合孔 与一轴轴承盖 称电 对正回油钩槽 粘贴在轴承盖上 先将两个带孔的螺栓 以肾油孔对称 装入一轴轴承盖 再将其他螺钉装入 装配完毕 把组件放在工作台上 倒档中间轴总成 是由国标889-86 M20×1.5 六角尼龙锁紧锁罗姆 GS220-170-1088 倒档中间轴电圈 GS220-170-1087 倒档直推电圈 DS100-170-1085 滚针轴承 12JS160T-170-1083 倒档中间齿轮 12JS160T-170-1084 杯形倒档电圈 GS220-170-1082 倒档中间轴 和Q28-2121212 平端紧定螺塞等组成 将倒档中间齿轮 平面向上 凸面向下 将DS100-170-1085 轴承装入齿轮内孔 敲平 注意轴承内环不能互换 先将平端紧定螺塞抹胶后 拧入倒档中间轴大端螺孔 再装杯形垫片 注意杯形垫片凹面向外 平面向里 再将倒档中间轴滚针轴成 倒档轴指推垫片 平垫自锁螺母装入 变速箱中有两个相同的倒档戒轮总成 不分左右 上盖总成是由 12JS160T-170-2015上盖 国标T308 二分之一英寸钢球 国标T308 四分之三英寸钢球 双头螺栓 F96085弹簧 F96084弹簧 12JS160T-170-2063到档拨插轴 12JS160T-170-2055到档拨插 12JS160T-170-2050到档倒框总成 12JS160T-170-206412档拨插轴 12JS160T-170-205612档拨插 12JS160T-170-205734档拨插 3220-3220所指罗钉 1634护锁销 Q5280-630弹性原注销 12JS160T-170-206656档拨插轴 12JS160T-170-205856档拨插 12JS160T-170-205456档挨插 Q72216碗形塞片、铁丝等组成 安装倒档拨插轴 装上倒档倒块总成 拧上锁纸螺钉 安装三四分之三英寸钢球 插入12档拨插轴 安装护锁销 装上1278档拨插 敲入弹性原注销固定拨插 安装三四分之三英寸钢球 安装三四档拨插轴 安装三四档拨插 敲入弹性原注销固定拨插 安装三四分之三英寸钢球 安装五六档拨插轴 安装五六档导块 五六档拨插 拧上锁纸螺钉 安装倒档拨插 拧上锁纸螺钉 检查护锁情况 用铁丝将四个锁纸螺栓锁紧固定 翻转壳体 安装碗形塞片 将四个二分之一英寸自锁钢球 分别放入上盖壳体中 再将另四个自锁弹簧装入 注意五六档弹簧较硬 有黄色标记 其他三个弹簧较软 有绿色标记 取四个双头螺栓 注意双头螺栓一端为粗芽 一端为细芽 装入上盖壳体 拧紧 取加油孔螺栓 加胶或缠生胶带后 装入壳体 拧紧 拧紧 装配完毕 十二档系列变速器操纵机构有多种形式 下面分别演示 单H单杆操纵 单H双杆操纵的装配方法 单H单杆操纵装置机构 是由12JS160T-170-3015可体 F91345衬套 F91444油风 12JS160T-170-3027弹簧 F99673-1弹簧座 12JS160T-170-3017横向换挡杆 C09035弹性原注销 12JS160T-1603024线位套 Q43120轴用弹性挡权 C03030原注销 12JS160T-170-3018拨头 F99666-2侧板急称电 Q1420822M8x22螺栓 F99669防尘套 F96035外换挡臂 Q341B10螺母 Q40310电圈 Q151B1050螺栓 Q72224碗形塞片 F99681低道挡开关控制块 12JS160T-170-3022气路控制阀 C03052三通管接头 气管总成 12JS160T-170-3021 90度快换气嘴 Q218B0618M5x18内六角螺钉 F99702控挡开关注销 15899倒挡开关启动销 控挡压力开关 倒挡压力开关 空气塞等组成 将单H壳颗体置于工作台上 小端朝上 用工具将衬套装入操纵壳体上 也可用其他方法代替 旋转操纵壳体 从另一端装入一个衬套 注意 装上衬套时 必须加入润滑纸 用油石或搓刀 对衬套进行修膜 防止有毛刺 将油风轻轻敲入壳体中 取横向换挡杆 将弹簧座 弹簧 弹簧座 依次装在横向拉杆上 用轴用弹性挡圈固定 将横向换挡杆 装入单H壳颗体中 将波头套在横向拉杆上 注意波头方向 并将倒挡控制块 装在横向换挡杆上 注意控制块削孔 要与拉杆削孔对齐 装入弹性圆柱削 将横向换挡杆向里推进 使换挡波头的削孔 与轴上削孔对齐 将弹性开口削 装入削孔 敲入露出铁丝孔 将铁丝装入 用手前捆紧 装入线位套 用两个螺钉将端盖紧固在单H壳体上 将单H壳体竖起来 装上防尘套 并将换挡摇臂装在换挡横向拉杆上 注意换挡摇臂 注意换挡摇臂头方向 要与拨头在一条直线上 再用紧固螺栓插入换挡臂螺栓孔内 并拧紧 将单H总成旋转 将空挡注销与倒挡注销 装入单H壳体 将空挡开关 倒挡开关 选紧装入单H壳体中 注意倒挡销上樱涂润滑纸后再装入 将碗形塞片用铜棒敲击到壳体上 装通气塞 将三通接头 90度快换接头装在气路控制阀上 接上主气路管 接上一个短的气管 另一端接在气路幻象阀的一标识口 在标识口22和21装入90度接头 在标识口31、32装入通气塞 然后分别接上高档进气管和低档进气管 在气路幻象阀侧面 装上90度快换接头 用两个内六角螺栓和弹簧电圈组合 将气路控制阀固定在单H壳体上 操线总成安装完毕 将单H壳体置于工作台上 小端朝上 用工具将衬套装入单H操纵壳体上 也可用其他方法代替 旋转单H操纵壳体 从另一端装入一个衬套 注意装上衬套时 必须加入润滑纸 用油石或搓刀 对衬套进行修膜 防止有毛刺 将油风轻轻敲入壳体中 倒转壳体 将有红漆的堂皇 与堂皇座同时装入壳体中 坐向上 堂皇格套的销子孔 对准壳体的裸孔 格套放入壳体中 拧紧定位螺钉 注意 图螺纹紧固胶 将横向换挡杆 装入单H壳体中 将倒挡控制块 装在横向换挡杆上 注意控制块削孔 要与拉杆削孔对齐 将拨头套在横向换挡杆上 注意拨头方向 将弹性开口削 装入倒挡控制块削孔中 轻轻敲平 不要露头 将横向换挡杆向后推进 露出装定位环的销孔 装入定位环 向前推进横向换挡杆 使换挡拨头的销孔 与轴上销孔对齐 将定位销装入销孔 敲入露出铁丝孔 将铁丝装入 用手前捆紧 将两个压盖 分别用螺栓 拧紧在壳体上 将堂皇套上堂皇座 装入单H壳体中 注意堂皇座向内 装入称电 用端盖压紧 用端盖压紧堂皇 用四个螺钉 紧固在单H壳体一侧 组装窗口盖小总成 取悬挡接头水平 放置于工作台上 套上O型圈 取窗口盖 将悬挡接头装入窗口盖 装配时 两个部件都要涂抹润滑纸 取平件 砸入悬挡接头的槽内 装入悬挡拨头 取六角头 头部带孔螺栓 及电圈组合后 紧固在悬挡接头的底部 然后用铁丝拧紧防松 装配完毕后 检查悬挡接头顶部 与悬挡拨头应当处于平行位置 将单H壳体小端朝上 树立在工作台上 取窗口趁电放置于单H壳体相应部位 将装配好的窗口盖小总成 装入单H壳体 注意装入时应保证选挡拨头插入拨头的槽内 先用两个定位螺栓 及弹簧电圈组件 对角紧固 再用两个六角头螺栓 及弹簧电圈组件 对角紧固 检查装配是否正确 装入换挡接头 装入后 检查装配是否正确 装入换挡接头 装入衬垫 装入端盖分总成 用三套螺栓组件紧固 装入换挡摇臂 使其余挂挡拨头垂直 用螺栓紧固 倒挡开关注销 及控挡开关注销涂抹润滑货后 装入相应销孔 装倒挡开关 和控挡开关核件 拧紧 装通气塞 关于气路分总成的组装过程 前面已经介绍 这里不再重复 取气路分总成 趁电 用两个内六角头螺栓 和弹簧电圈组合 将气路控制阀 固定在操纵装置壳体上 单H操纵总成 安装完毕 12JS160T复箱高低档同步器 为增弹性盖性销剂下 其材质经过特殊的强化处理 不可与R2T-11509C变速器的附箱同步器通用 由于用户操作或传动轴摆动等原因 往往依造成附箱同步器损坏 下面介绍不用专用卡区的装配方法 适于在野外维修 复香同步器是由A-4938高档同步追环总成 12JS160T-1707141低档同步追环总成 12JS160T-1707143华仪尺套和3个14897弹簧组成 在装配前应分解进行检查 尤其是在不更换同步器的时候 应检查同步器的两个追环摩擦带有无磨损及尺套有无异常磨损 将高档同步追环放在工作台上 取三个同步器压缩弹簧14897 分别装入高档同步追环弹簧孔推至空地 取代检验标记的低档同步追环总成 使锁止销向上 放在工作台上 取同步器滑移尺套 使凹面朝上 把三个无导角的销孔对正锁止销 套在低档同步追环上 取装入弹簧的同步器高档追环组合键 逆时针转动迅速装入 装配完毕 检查 保持同步器总成高档环一端在下 双手压下尺套挂高档 翻转总成 双手压下尺套挂低档 挂档到位灵活 摘档时对锁止销保持正常的作用力 不应有卡制的现象 负变速器中间轴总成 是由12JS160T-1707050 加长中间轴总成 一种带花件为安装取离器用 一种不带花件的普通加长中间轴总成 和423-08E轴程 192-311E轴程 国标305-82直动环 JS180-170-7051直动环等组成 在中间轴焊接总成 小尺内侧 找到带欧标记的一组尺 并涂漆 以便对尺时使用 更换新件时 在焊接轴一端砸上 423-08E轴程内环 切勿忘记 负箱中间轴总成 是由专用设备压装焊接而成 用户更换时必须更换总成 变速器低档齿轮输出轴总成 是由12JS160T-170-7105复箱主轴 12JS160T-170-7107复箱主轴电圈 12JS160T-170-7106复箱主轴主减速齿轮 12JS160T-170-7108复箱减速齿轮压板等组成 换档器缸总成 是由12JS160T-170-7062范围档器缸体 F998-577缸盖 三个O型圈 14341活塞 三通管接头 45度弯管接头 12JS160T-170-7063罗塞 四个Q142-1032六角头螺双和弹簧电圈组合键 六角头堵塞 14349称电 国标890-80M16乘以1.5自锁罗姆 J80-170-2080限位弹簧 国标T308-1%限位钢球 12JS160T-170-7061波差轴等组成 取范围挡器缸 取O型密封圈 涂上适量润滑纸 装到小孔内环槽中 注意密封圈装配不得扭曲 在气缸壁上均匀涂抹一层润滑纸 取范围挡气缸活塞 取14345褐色O型圈 装到活塞内孔环槽中 注意密封圈装配不得扭曲 在两个密封圈上涂抹适量润滑纸 取复箱换挡气缸盖 放在工作台上 在粘盒面上均匀涂抹一层润滑纸 取气缸盖密封垫 粘贴在气缸盖上 取范围挡波差轴 均匀喷涂一层润滑纸 把波差轴R2槽一端朝下 插入范围挡气缸合键 取范围挡气缸活塞合键 平端面朝上 装到波差轴和气缸内 取六角尼龙圈锁紧波罗姆 拧到波差轴上 出定位 悬入罗姆 拧紧 拧紧力具为95-115牛顿米 取复箱换挡气缸盖合键 放在气缸接合面上 取四条Q14-21032 六角头罗霜和弹簧电圈组合键 分别拧入气缸盖孔 拧紧 取六角头堵塞 装入气缸盖顶部 拧紧 分别取国标T308 1%英寸钢球 J80-170-2080定位堂皇 12JS160T-170-7063罗塞 装入气缸侧部的波差轴 定位孔内 拧紧罗塞 拧紧力具为 47.5-61牛顿米 翻转壳体 用工具某死罗塞 装配完毕 后盖总成是由JS180-170-7015后盖 两个JS180-170-7052 加长中间轴轴成盖 JS220-170-7109轴成 JS180-170-7154输出轴 后轴成盖总成 F930-930-60里程表接头总成 F96005铜电 F91055里程表被动齿轮 F91054里程表主动齿轮 JS220-170-7159-1法蓝盘 F96006突圆螺母 16775波差 里程表主动齿轮衬套 O型圈 F96-119防尘罩等组成 取约50公分的垫块 置于工作台上 在复箱主轴减速齿轮上 任意两个相邻的齿上 做出标记 然后在相对应180度的两个齿上 做出标记 安装复箱同步器时 同步器低挡追环向上 将复箱主轴装入同步器齿套内 将复箱主轴垫圈 放入减速齿内 装到主轴上 将复箱主轴齿轮压板 台阶面向下 装入输出主轴 在压板平面加润滑纸 进行出润滑 在装配前 分别将423-08E轴承内环 安装在焊接轴的轴头一端 分别将两焊接轴总成 置于同步器两侧 每根焊接轴总成上 基准齿必须位于减速齿轮上 有标记的两个齿轮中间 复箱拨插通面朝上 插入同步器齿套槽内 复箱壳体上 共有4个大孔 一个主轴孔 两个副轴孔 一个气缸孔 复箱壳体朝下 放到复箱主轴 两个焊接轴总成上 向复箱主轴上 依次装入JS220-170-7109 组合轴承 外环 内轴承 隔套 外轴承 即轴承外环 组合轴承位置不可互换 在维修中 只要组合轴承损坏一个部件 必须成套更换 分别将192-3111轴承 即指动环组件 用专用工具装配到位 无专用工具可用改锥等工具代替 将192-3111轴承 套在壳体轴承孔上 出定位 用专用工具安装组合轴承 也可用其他杂棒 安装到位 将192-3111轴承 用杂棒安装到位 用卡环前 将卡环安装到位 安装油风 将主轴后轴承盖分总称 大端向上 平放在工作台上 然后在油风的韧壳上 涂抹适量的润滑纸 注意 装配时 切莫忘记检查这个小轴套 否则将会导致 里程表被动齿轮走坏 安装里程表被动齿轮 及里程表接头总成零件 将里程表被动齿轮 装入主轴 后轴承盖分总成 并使其在轴套的孔内定位 取里程表接头小总成 涂抹密封胶后 装入主轴后轴承盖中 并拧紧 检查里程表被动齿轮转动 是否灵活 下一步安装气缸总成 先放入气缸纸垫 再将气缸总成 由上向下装 使气缸轴装入波插孔内 用四个螺栓将气缸体与壳体固定 安装两个细压螺栓 将波插与气缸轴固定 栓铁丝防松 将复箱中间轴盖挤纸垫 找对部位进行安装 拧紧 放入输出轴后轴承盖趁电 不要将孔的位置对错 以免堵住挥油孔 将后轴承盖组件 装入后轴承盖主轴 注意对正回油孔的位置 将六个75毫米长的螺栓 紧固后盖与后轴承盖 其中一个螺栓带孔 用于捆迁锋 另一个螺栓加铜垫尼龙套 主要用于防通孔渗油 这两个螺栓分别装于 里程表接头两侧 然后分别拧紧六个螺栓 将主动齿轮衬套 扣入主动齿轮 将两个O型圈装在主轴上 再将主动齿轮合键 装在输出主轴上 压入到位 将防尘罩装于法兰盘 再将法兰盘与复箱主轴安装到位 用609至677牛顿米粒锯 拧紧突圆螺母 安装完毕浮箱总成 并检查对齿情况 Hä? 再次就像了 201026ева 20106份 2158Neal 2011個 20136份 20138份 20139份